秀茂萍發生女童墮樓悲劇 一名7歲女童倒餓在自達樓的平台 救護人員即場搶救無效 證實女童當場死亡 女童媽媽知道消息後情緒激動 需要送院檢查 據了解女童來自單親家庭 她患有自閉症和過度活躍症 平日在學校寄宿 假日才會回家和媽媽一起住 有鄰居說涉事家庭住有三母女 出事的是小女 是星期五夜晚女童的媽媽為了女女吃藥之後 因為太累在客廳的床上睡著了 女童懷疑趁媽媽熟睡的時候 走去睡房打開了窗一躍而下 直到星期六凌晨2點多 媽媽醒了發現女女不在身邊 但見睡房的窗打開了 於是立即報警頭撞 可惜已經太遲 她們應該會把她們通過 真的會被人家欣賞 可惜了